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今年开年以来,重新躋身全球十大最具价值公司之列,对人工智慧的持续乐观情绪,推动该公司股价升至创纪录水平。 上月以来,台积电股价上涨14%,使其市值达到创纪录水平。 市值也高于博通公司,使台积电自2020年以来首次重返全球前十大上市公司之列。 台积电此前公布,今年前两月的营收就已经增长9.4%,因人工智慧领域的热潮, 对高阶晶片的需求抵消了iPhone销售放缓,带来的潜在影响。 包括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同在内的一些券商,最近将该股目标价上调了约10%。 包括Charlie Chong在内的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在此前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生成是AI半导体是台积电明显的增长动力。 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同的分析师预计,随着人工智慧相关收入的飙升和强大的定价权,台积电将进一步增长。 全球投资者对生成是AI的狂热最近推动了全球晶片股的上涨,汇达表现也相当喜人。 而其背后最大的生产支柱台积电公司,由于人工智慧晶片需求的不断提升,预计第一季度利润将增长至5%。 台积电报告显示,第一季度收入增长了16.5%,超出市场预期。 目前,全球人工智慧发展浪潮,台积电在2024年前两个月的营收同比增长9.4%至3974亿元新台币。 有据报道称,苹果正努力维持iPhone的增长势头,尤其是在市场。 去年,苹果为台积电贡献了25%的营收。 而作为汇达的主要代工晶片制造商,台积电正搭上人工智慧的热潮。 富邦证券分析师表示,他们预计台积电将改变人工智慧未来的需求前景。 台积电此前表示,到2026年,人工智慧可以占据收入的前几名,并认为可以在2025年提前实现目标。 台积电4月下旬举办的第一季法说会让人充满关注,除公布第一季财报,外界也高度聚焦五大议题, 包括第二季与全年营运展望,先进制程研发进度,先进封装扩产,全球布局计划与资本支出金额。 报道指出,台积电第一季受惠新台币贬值超预期,加上先进封装需求强劲,带动新台币营收达5926.44亿元, 既减5.26%,年增16.5%,创下同期性高,也超越财测高标。 外资预估,台积电第一季每股纯益将达8元左右,略高于去年同期。 展望第二季,外资普遍认为,尽管成熟制程需求尚未明显复苏,但受惠于行业积极投入, AI,带动AI晶片需求持续成长,也让台积电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驾动率维持高档, 预计第二季营收季增5%至7%,获利也渴望同步提升。 台积电先进制程进度,也一向是同业与市场的关注焦点。 市场预估,台积电2奈米将在明年底量产,与公司原先规划进度相当。 大客户屏的iPhone则会在2026年才导入2奈米制程。 由于AI晶片需求热络,台积电先进封装产能功不应求, 尤其汇达今年就传出拿下QoS先进封装14万片的产能, 几乎接近一半,较第二的博通,高出一半以上。 在各家大厂封抢先进封装产能下,台积电先进封装产能未来规划目标也成为市场聚焦重点。 另外,台积电日前也宣布,或美国直接补助66亿美元以及50亿美元的贷款, 对于补助款相关问题,还有对于台商赴美投资需面临的双重课税问题都将成为外资提问重点。 台积电近来在台湾与海外大规模扩产,市场也关心其资本支出金额, 外界普遍预期,台积电今年资本支出能维持在平均300亿美元左右。 三星电子联合执行长庆贵贤月前低调访问台湾, 传拜访台积电及广大集团旗下云达。 消息人士透露,庆贵贤此行有两大任务, 最主要是推广三星最新高频宽记忆体HBM, 其次是洽谈与台湾厂商可能的AI合作, 但并未涉及台湾和韩国晶圆代工竞合议题。 外界看好,三星为发展生成式AI工具, 已投入AI伺服器硬体开发,就AI合作层面, 渴望与云达有更进一步的订单合作。 云达将喜迎三星AI伺服器新订单上机。 庆贵贤也是三星半导体事业总舵手, 掌舵包含半导体事业在内的设备解决方案DS部门, 并兼任三星先进技术研究院SYEET主管, 在三星集团地位重要,此次访问台湾,备受关注。 对于传出庆贵贤到访,台积电4月中旬表示, 不评论市场传闻。 云达则在LinkedIn上发文证实庆贵贤到访, 强调很高兴能在总部接待庆贵贤博士, 分享云达最新的技术进展。 据悉,庆贵贤此行也参观云达与英特尔合作打造的5G Open Lab, 由广达副董事长梁刺震、 资深副总经理及云达总经理杨其令等高层亲自接待。 消息人士透露, 庆贵贤此次访问台湾, 最主要任务是推广三星的高频宽记忆体产品, 主因这波AI热潮推升高频宽记忆体需求暴增。 三星身为全球DRAM龙头, 却在高频宽记忆体市场大好之际, 把市场大饼让给了在高频宽记忆体深耕多年, 产能相对较多的DRAM二哥SK海力士。 此外,DRAM业界老三美光也在高频宽记忆体市场急起直追, 推出多项新品强势,三星腹背受敌, 加紧开发高频宽记忆体技术。 根据三星最新发表的高频宽记忆体技术蓝图, 预估2026年, 其高频宽记忆体出货量将比2023年多13.8倍, 2028年产出则会比2023年多出23.1倍, 全力抢回市场。 外媒先前报道, 台积电携手SK海力士, 核组名为One Team的战略同盟, 共同开发专用于AI领域的下一代HBM四高频宽记忆体, 目标通过汇集台积电与SK海力士在新世代AI半导体封装上的技术专业, 巩固双方在AI市场的地位。 为此, 轻贵贤此行, 希望云达在组装AI伺服器时, 也能向客户多宣传使用三星的高频宽记忆体, 同时希望台积电也能建议客户搭配使用三星产品进行AI晶片整合。 另一方面, 三星去年传出, 因UC营业秘密外流, 将自行开发类ChatGPT生成式AI工具, 初期先用于集团内部, 后续将开放对外使用, 市场看好, 届时渴望释出庞大的AI伺服器订单。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